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于每一位中国人来说这都是值得庆贺的事情 于是整个文坛一下子就热闹非凡起来了 作为军医的校友呢我也祝贺他 莫言不是真名而是笔名 所谓莫言就是莫要多言 一个害怕多说话的人帮着这个浮躁的文坛圆了个梦 看来呀 闷声不但能发财 闷声更能写出好文章 可如今呢 这个沉默的人被推上了风口浪尖安宁不了了 有人大声叫好什么国家强盛呢 文艺复兴呢 我看那是捧杀 诺贝尔这针强心剂制不了当下我们中国文化的浮躁症 也有人大声批判 认为他缺乏独立精神和担当意识 我看这是强求 小说家不是思想斗士 政治不应该把文学绑架 所以沉默的人仍需回归于沉默 众声喧哗的噪音只能让人迷失心智 所以我反对在酒店前给莫言数一尊塑像 我也不支持为莫言改建什么纪念故居 我也不会送莫言中国文坛第一人的称号 我的赠送不夹杂任何私货 我只想送给莫言应该有的沉默 希望莫言先生能在沉默当中再一次爆发 给我们带来更有爆发力的 来自莫言的文学作品 你问过你的孩子长大要当啥 这个问题吗 如果他的回答和你的预想格格不入 你会怎么办 最近武汉网友小刘在小区里看到一个孩子 在玩汽车模型的时候 他逗孩子 真可爱呀 小朋友长大了可以当明星啊 孩子摇头说 不 我想当公交司机 不了旁边的妈妈一个巴掌拍来 没出息跟你爸一样 我们可以痛骂这一巴掌的粗暴 可我们也该看到这一巴掌背后的心酸和无奈 都说现在中国的孩子的理想是强加的 是单一的 瑞典孩子的理想可以是木匠 美国孩子的理想可以是个卡车司机 澳大利亚孩子的理想可以是个打理农场的农民 可我们的孩子的理想为什么只能是科学家 是企业家 是政治家 是一个个光彩夺目 人五人六的某某家呢 平凡的理想被四熟的左右的背后 是平凡的工作得不到有效的保障和尊重的悲哀 也许哪天生活有了保障 工作呢 有了尊严 平凡也成为了一种社会认同的价值标准 那么父母对孩子的理想也许才能真正的宽容一点 前段时间北大很忙 如今清华也没闲着 清华大学未经教授程尿本人的同意 发布了他个人简历 里面涉及了他尚未公开发表的论文资料 程教授不是个案 有类似遭遇的教师达70余人 程教授与学校沟通了大半年 学校不理他 他只能在10月4日开始绝食抗议 绝食持续了五天后 校方总算向各位教师道歉 并撤下了相关网站上的板块 不要以为这绝食是作秀 这是学术尊源无可奈何的挣扎 学术五小事 没有发表的论文 不能成为教授头上的光环 也不应该成为大学对外悬要的资本 如果没有发表 就到网站上发布 是赤裸裸的学术欺骗 有操守的学者懂得其中的道理 可我们的官员却很难懂得这个事情的意义 象牙塔里追求的是学术风气 要不得的是官僚习气 如果学术在行政权力面前抬不起头来的话 那么教授绝食的悲剧还将继续在我们身边上演 近日中国地质大学的江城学院出台新规 大学师生不能同复酒店 KTV夜总会等娱乐场所 违规的老师轻着将被通报批评 重者甚至会被开除 大学已经开始禁余了 再下去大学恐怕就要禁欲了 诗风日下 学校的担忧可以理解 可这条限于令既有些粗暴 又有些想当然 这种缺乏可操作性的措施 我看最终只能是沦为一种形式主义罢了 地质大学的新规 顶多只能改变大学的某些地表 还无法改变当今大学普遍存在的 深层次的问题 老师和学生畸形的关系 并不是由酒店KTV夜总会所决定的 进了这些场所 又会出现新的场所 要发生的事还会照样发生 只有把大学中的权力运行 公开化 透明化 加强对这种权力的监督 那些龌龊的潜规则 才能在校园里见不到天日 重庆某学院一名姓杨的退休老教授 今年74岁了 至今未婚 日前杨教授告诉记者 他正在征婚 他对女方的要求是 必须30岁以下 年轻貌美 不能是农村的 另外杨教授还想要一对龙凤胎儿女 再排除了这位杨教授 是否得了阿尔兹海默病 也就是我们明年俗称的老年痴呆 以及回光返照 这两种可能性后 我们得出了最终结论是 这位杨教授应该是 某位女子灵魂附体吧 你别说 再一看杨教授和这位女子 还挺有夫妻相的 都是让人望上一眼恶心三年 杨教授 你可以征婚 但别发婚 你可以表态 但你不要变态 就您这惊天地替鬼神的容貌 别说是早30岁以下的 就是早80岁以上的 我看都学 您不找农村人 你以为农村人就会要你 天大地大 就属你自己最大 最后我还想问您一句 你可以看不起农村人 但作为教授 你能否告诉我 你的祖宗18代是从哪里来的 长假堵车 带给我们不仅仅是一个烦心 还有痛心 长假第一天 一名苏州昆山的司机 向警方求助 说妻子怀孕 六个多月羊水突然破了 但他们现在却被堵在了高速路上 在交警和急救人员的帮助下 孕妇被送进了医院 但因为高速紧急停车道 被车辆占满 延误了救治的时间 最终这条小生命 还是不幸的夭折了 在国外占用紧急停车道 那是绝对不允许的 是要受到法律的严惩的 为什么国外的人能遵守 为什么我们就做不到呢 是执法部门的执法不严 还是因为我们国人 法律意识的淡薄呢 这个悲剧提醒了我们 财富可以通过一代人积累出来 而素质却要通过几代人 才能培养起来 人如果没有了素质 高速路就会变成黄泉路 在广州一所特殊儿童康复中心里 一名女教师在上体育课时 把患有自闭症的四岁女童姚耀 重重地摔在了地上 然后又拉起瑶瑶的双腿 原地360度翻转 导致瑶瑶的头部多次撞在地上 最后脑部受到重伤昏迷不息 之所以发生这样的事情 仅仅是因为这名女教师说 当天她的心情不好 现在孩子已经经历了三次手术 但是康复希望很渺小 老师啊老师 您的心情直接影响了 一个孩子的一生啊 你知道吗 心情不是教育的情与表 法律今天心情也不好 要不也甩你几圈 拿你的脑袋往地上砸几下 值得提醒一下各位的是 这还不是在普通的学校 是一所特殊的儿童康复中心 瑶瑶是一个自闭症的儿童 对待这样的孩子 老师需要加倍的耐心 双倍的呵护 可据了解这位老师在上岗前 并没有接受任何的特殊的 儿童教育方面的培训 你是园丁 他是花 园丁不容易 特殊的专职园丁更不容易 你手里捧的是一朵 娇嫩的鲜花 千万不要心情不好 想砸就砸 否则砸碎了你的饭碗 不要紧 砸碎了孩子的未来 你的罪过就太大了 欢迎收看金星撞火星 有一个地方名字叫做北戴河 从1953年开始呢 我们中央的五大领导班子 每年夏季都在此办公 从2001年开始呢 在我国各大领域的专家 也开始了享受了这种 一年一次的这种特殊的休假 这个制度呢 从此也定了下来 今年的夏天 有一位来自农村的 女教师 也享受到了这一特殊的 政治荣誉和待遇 好 下面有请来自河南 古田镇马庄的 唯一的山村女教师 徐云玲 徐老师 有请 她的名字叫做徐云玲 一位山村里的代课老师 一位代课26年的 深山女教师 冬去春来 有多少个年华 能够经得起岁月如此的魔力 可她却始终坚守在 她的三尺讲台 深山的一单 没有了读书生 就会出现新的文化 就是这样一个理念 让徐老师从1986年开始 就一直一个人默默地 撑起了一个山乡的梦想 26年来 她不曾让一个孩子失学 只要我含有一口气 就不会放下手中的教鞭 在我们俩聊天之前呢 我代表我个人的 上音剧的东西 这26年之间 怎么过来 我是82年嫁到那个 孙庄村里的 我之前呢 有六位老师 有六个老师 他们就是说 教的时候呢 是断断续续的 有些时候不愿意教了 你都走了 就走了 为什么呢 都不愿意上里边去吧 山区吧 原来他们在教书的时候 就是生产地 给了那些茅草屋 当我代课那一年呢 就是茅草屋 就是说房子已经土培墙了 已经快要倒塌了 最后没办法 我就这些孩子们 请到我家去上课 我就给我爱人商量 我说咱们是不是得给 这些孩子们盖几间教室啊 怎么盖你哪来的钱啊 就是说 我自己的这些尾部的工资 还有我家里就是说 这些没有花生的这些 花生钱 对对 这个我们就上身 拿去拉石头 给孩子们盖了这个 三间水泥瓦房 当时我在看一些 一些资料以后 我觉得这个资料 让我挺震惊的 86年的时候 您的每个月的工资 是23块 96年的57块 08年的时候 您的工资 每个月是400块钱 对 从09年 从代课老师 刚刚转正为正式老师 每个月工只有1300元 1294 1294 对 也都将近130 1300了 26年的时间 就放在这个学校里边了 先生家里的人怎么样 他们怎么写的 我先生的身体不太好 从80年我带课 87年他开始生病了 就是慢性肾炎 他一直持续到就是说 90年先好转 当时都想着想 抛弃这个家 抛弃这些孩子们 为什么 就是受不了 因为受不了了 是太贫穷受不了了 还是太贫穷了 因为家庭对我压得太大 但最后坚持下来 是怎么想 坚持下来就是说 如果我走了之后 我的丈夫 因为他本身就有病了 他说不可能再活下去 自己的孩子没办法 然后呢 这些孩子们 山区的孩子没人叫 没人叫 对 所以说我一直坚持到现在 还有一次也要动摇 就是说 2006年的一年 因为这个家庭 对我的压力 特别的大 我想能出去多挣着钱 能缓解这个家庭的经济状况 但是呢 这些山区的孩子们 没地方去上学 没办法 我回来给我爱人说 我说这些孩子们怎么办 他要是上其他学校 还要交几百块钱的经济费用 他们承担不起 承担不起的 对 我又继续把这个学校撑起来 一直到现在 如果26年前 如果再让你 如果时光能倒流的话 让你再做一次选择 还会去那个山村当老师吗 这怎么跟你说呀 没关系 我说这些学校撑起来 这些学校撑起来 让你继续把他学校撑起来 我说这些学校撑起来 我说这些学校撑起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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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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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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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